今天我们介绍一张厉害的作品了 游春图随代展子前所作 这张作品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之作呀 这张作品是展子前唯一的传世的代表作 也是世界上存在最早的画卷 它的存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游春图出现之前 我国的山水画不是独立的 那时的山水画是人物画的附庸 往往是人比山都要大 画水不能有波澜 通常是人大于山,水不容饭 在展子前以前的画家,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的比例关系 也不能完美生动地展现山水的飘逸之感 游春图的构图 比较壮阔、沉浸 色色古艳 富有典雅的装饰意味 这张山水画的出现 标志着山水画即将进入成熟期 右边 右边 宋徽宗 赵吉的 提字 看着寿金铁 多漂亮 游春图 宋代传到了宋徽宗手里之后 先后被南宋奸致 先后被南宋奸臣 贾四道 元成宗 长公主 明代全臣严嵩 收藏 清朝后 收归清朝内务府 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 把这幅作品带出去 后来流落到民间 当时爱国人士张伯鞠 得知这个游春图 要被卖给外国人之后 心急如焚 无奈之下 卖掉自己的几处私宅 和夫人的首饰 最终购得游春图 1952年 张伯鞠夫妇 把斩子前的游春图 转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大家看一下这种作品的局部 它的山石 没有村法 因为当时的村法还不成熟 也可以说 还没有发明村法 它是用青绿的钩田法来画 给人一种普着 而且真切的感受 这种作品 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倪 可以说斩子前 是青绿山水的创始者 最后 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之情 再看一下这种作品的全貌